2023年3月21日 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赠送了一批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大量画面此前从未披露 这份影像资料 由原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地区 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 这段影像拍摄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 画面中清华日军正在巡逻 地点位于宛平城南城墙内侧 在七七事变当时 日军的炮兵阵地就在我们东城门 往东边大概500米的位置 看到当时宛平城墙上的残原弹壁 是日军炮弹所得 他们就是在占领宛平城之后 迅速插上自己的国旗 包括大量的调遣武器装备以及人员 这也反证了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偶然性的 而是蓄谋已久 画面显示 这部影片的制作方 正是具有日本军方背景的满洲硬化协会 据长春市地方志记载 满洲硬化协会成立于1937年8月 他们通过拍摄影片灌输殖民思想 满洲硬化协会拍摄了大量的美化自身侵略行径的一些电影和视频 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殖民统治 是以华制华 以再仰战行李方式 他的理事长干破证言 会议之前就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特务 1937年7月7日 日军谎称一名士兵失踪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然而在日军拍摄的影片中 却把起因和后续事态扩大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国 视频中 日军称对该事件采取不扩大方针 局地解决 但中意无效 使出于不得已乃决一铁锤断手应成之 二战结束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 详细描述了经法庭核实后得出的七七事变经过 与日军在视频中所述大相径庭 判决书指出 自一九三七年六月起 日军就在卢沟桥附近 每夜不停地举行激烈夜间演习 因此 该事件是在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中爆发的 由于晚平在战略上相当重要 日军想在此建筑兵营和机场 并不断要求中国撤退驻军 设置日军驻地 以此隔绝北平 七月七日晚十点左右 日军称演习后有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晚平城搜索 当双方代表在现场进行共同调查时 日军从三面包围晚平并开始设计 回顾日本历次侵华行动当中 这是日本惯用的伎俩和阴谋 总是无中生有 找出各种借口 借此混淆国际视听 歪曲创改历史 爹 不认为是 我想要用这段时间 我来说 你看我 在身上 不认为是 我承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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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承识到 我承识到 我承识到 上 我承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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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承识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